诶 欢迎大家回收看5分4D游戏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新的英雄联队2线上对战转播 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比赛是一打一 在Crossroad这张地图 蓝色的玩家是Jesseline 那Jesseline是之前 长期霸占所有阵营第一名的一个 非常高手的玩家 那Insane Spanky也是一样非常资深的高手玩家 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有看头 但是照之前比赛还有 那个线上天梯排行来看 Jesseline应该占优势 就是照他们的战绩来讲 那我们这场不错 可以看到一些新的Meta 尤其是在苏联狙击手改成一人小组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可惜的改动 就是苏联以前两人狙击手算是他的一个特色 我不太喜欢官方的改版方向 就是越来越对称化 这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确实开发人员一开始在设计上就玩过火 太多东西弄到自己都平衡不了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我们连那个暴风雪也没得玩了 什么都没了 现在所有阵营可能要越来越像 国民弹跟那个动员兵要长得越来越像 然后皮诺要跟美国步枪兵长得越来越像 反正所有东西都要越来越均值化 这个东西 这个倾向不是很好 那发完牢骚我们还是回来看比赛 挑这张地图这场比赛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张地图是我没有再打一打一之后才出的 所以我可以顺便复习一下 一打一一些新地图的站点序 像德军会注重在油料上 然后做集中区域的作战是不意外 因为有MG42的优势 作战范围越小对你越有利 因为MG那个德军 前期的MG42非常吃多方合作 就是你要有人帮你当眼线 有人担任护卫 像是负责开眼 子弹鸣负责打 MG42就是支援压制 他前期不适合单人行动 或是左右翼翼的分散行动 那苏联的进攻序很明显一开始是朝着 断点前进的 你看他到这间房子发现事机掰露之后 也是就没有办法 我们倒带看一下这个 回想一下看这个工兵的动作 其实他到这里之后已经没救了 但是他并没有出门马上撤退 而是继续绕草丛一段时间给这个 牌露尼射 那他这个过程中损失一个人 跟大概四分之一的血量 所以那一个人跟四分之一的血量的代价 拖住牌露尼尼大概30秒 你要看那30秒 牌露尼尼可以站完一个点再走到下一个点 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部队可以拖可以撑 那个损失最后是可以接受的幅度 那就会导致敌人没有办法把他打赢的战斗的战果最大化 不然红色的局面会比现在还差 这个包夹做的很漂亮 非常接近一代的步枪兵战斗 就是战斗守则 一代步枪兵战斗守则就是你不要从 德军会有防备的方向进行就是 连续的站点行动 你就是得要去走一些没有东西的野地 然后不要站点 那直到你的部队进入一个 激角之势的时候 你才像你想要站的点进攻 那这样子你不需要预测 你不需要猜到对方的NG 看的是哪个方向 他顶多压住一队 这但是就是早期 就是你要看大概在前8分钟以内 游戏时间在8分钟以内 你可以都大量依赖这种攻击方式 8分钟以后对方不一定会只有一队NG 嗯 Ensence Banky已经选了连队 然后得到了就是 这是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先进作战吧 哦没有是装甲突击 装甲突击有窃听能力 他一开始解锁的窃听能力 能够让他知道敌人造了什么东西 所以理論上他能夠提前預知這台TOTOTO的到來 你看現在TOTOTO已經不是應對小車出的東西喔 他是基本上必定會出場的概念 因為他的機槍被霸死 然後維持費也有下修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是小車META 我覺得現在所有的小車的出場率都比以前高太多 這一樣PINOTO應該會贏沒有懸念 只是贏的不會太漂亮 一對一就照他們兩個造架應該就是差不多這個結果 退的比較可惜啊 因為他知道Scalcut出來他不敢站點 不然正常他一定會站這個點 也就是說你看得出來他有在完整應用他的竊聽能力 他沒有哪一條敵人的通知訊息他是漏掉的 所以他已經知道對方Scalcut要來了 這對PINOTO在出門之前就已經裝了反彈復槍了 這樣他才有機會不然現在一定是撤退的 那Scalcut你看到他不撤退你大概已經有個概念了 你大概已經有個概念這個會變成反彈包了 比較可惜是他彈藥不夠 剛才這個Scalcut質疑要打退你的話 你可以因為剛升級好的瞬間馬上丟彈藥包承籃嗎 這炸藥包沒記錯的話絕對可以秒殺Scalcut 更不用說你的PTFS有補到幾槍的話 戰況對蘇聯來講還是不是很樂觀 雖然他前期壓了勝利點壓的蠻兇的 但是因為油料一直亮的 油料一直沒有接通啊 然後德軍的這一塊四分之一領地 是完全沒有受到騷擾的 已經過了七分鐘 那以蘇聯來講他可能只有這兩塊 算在沒有被騷擾的狀態 也就是說他們的資源落差可能達到 可能已經達到三倍 資源收入的落差 那這三倍的落差乘以七分鐘 也不能說乘以七分鐘 乘以五分鐘好了 將近一百流 有將近 將近一百油料 的收入 減掉他的 所以他大概輸 大概輸五六十的油料了 扣掉突突突的話突突突才三十而已 所以 他的油料損失大概還是有三四十 而且 看起來德軍選的 連隊很保守 這個原因我不懂 有站點加速啦 但是 不會 大概不會為了站點加速選這個連隊 Panzer Tactics 基本上在東德是萬用不可能會錯 你只要有這個噴煙的連隊 十拿九穩 你就算整場只用這個技能都還划算 這個我真的不是在亂講 上一次我在實況的時候才有人跑來跟我講說 像是不是的哪張地圖 很多時候 有一個連隊裡面的技能 真的 只需要有那幾招合用就夠了 更不用說 如果他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話 你不用去特別在意他沒有用到的部分 像這個連隊很常不會叫到東線兵 救火連很常不叫東線兵 選這個連隊第一個是你有東德的撲馬可以用 再來是有指揮指揮四號 這個連隊最常需要用到的就是這三項 然後這個是機率性發揮的 站點加速是機率性發揮 他沒有靶點加速好用 希德的靶點加速的那個 Breadful Tactics是比這個Counter Attack好用的 那你們兩個兩家一起合弓的時候 我還沒看過有人東西合併這樣用 但是你們兩家技能一起開的話 那對方的領地是瞬間變色 就是一圈就不見了 然後又一圈就站起來了 這種建築專造的建築用打的要打很久 他用衝撞的可以讓他 的防禦力一下下降的快點 還是TACTICTION要生效啊 所以他還是有用到 東線後備軍 東線後備軍最強的是他的 震撼能力 你會想說靠這什麼垃圾怎麼會有震撼能力 震撼能力的意思是 你能夠瞬間變出大量的部隊 有時候你不要小看這個 德軍在這兩隊之前 步兵是 的場控能力 控制地圖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的地圖存在感 是沒有辦法跟蘇聯比的 蘇聯分頭行動 到處都被騷擾 到處都被找 但是一旦叫了這兩隊之後 你現在每一線都有人在 他就算打不贏對方 他也會忽然間受到阻擾 那這跟他原先的規劃就不一樣 如果他預先就知道 你有這麼多步兵的話 那他因為你的質量不如他 他可能集中作戰還會打贏 他不要分頭走的話 可是他分頭走 反而都沒有站到甜頭 就是分到子彈兵這邊的被打爆 分到東線兵那邊的被拖住 那這個計畫被打亂的時候 對對方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所以這種call-in的單位在二代變得很多 是一開始一代的玩家最不習慣的一件事情 就是覺得二代的這種狗屁實在太多了 那隨著改版一直改 平衡性一直修 這些東西都慢慢被打掉 像是現在T3-485也都不能叫進來 想當年T3-485是直接call-in的年代 蘇聯根本沒有人在造T4 根本沒有人在造T4-T3 所以這就是我講為什麼他的 光是他直接用叫進來的部隊 即使這個部隊本身是垃圾 他就是有一定的價值 這招不常被用到是因為他的人力儲存量太高了 就是425其實是一個蠻高的門檻 以一打一來講 剛才我們看到的德軍T1開局是很輕便的 就是工兵加三隊子彈兵加機槍組就沒了 以二打二來講的話 這個是正常的閨門 沒有特別沒有特別偷就是偷空減掉 很明顯東德的小車用的比我好非常多 他的地圖 因為地圖是完全在他掌握中 他非常清楚敵人的動向 他都會能夠避開敵人的AD槓跟反坦小組在的位置 讓裝甲車可以去做事情 像這台沒有新的已經4殺了 這台7殺 基本上已經打平了他們自己生產的人力價值 兔兔兔如果能夠打到20殺左右再爆車的話 基本上 他連自己的油料生產的成本也算打平了 就是你用你的車子的人力加油料 換掉對方損失這麼多的人力這樣 蘇聯現在仍然在苦戰彈藥不多 所以 這是他現在最大的苦手 因為 你看他有三對Pino 如果正常現在敵人的車量分布是這樣 他可能需要上兩對反坦 不是一對而已 那人力又常常損失 以現在Pino的造價我不確定用動員兵補他到底划不划算 應該划算300比美軍還貴 所以我覺得現在多出一對動員兵用來補充機槍組跟那個 懲戒營還是一個很可靠的戰術 加上 烏拉反彈手雷 比起Pino不能烏拉 只能夠用走的去丟炸藥包來講 烏拉反彈手雷的威脅還是稍微比較大 畢竟就等於射程變長 對方的反應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你等於射程變長 東德現在非常的優勢 他在機支援 而且我看他已經上T3了 應該說T4 現在在下T4總部 照這個資源量他應該不會等暴使 雖然說暴使加指揮坦克比較穩 就是一個打坦克一個打步兵 然後指揮坦克又可以給暴使的防禦零起 果然他在照 倫巴 現在這一台我記得也算是被Buff 灰熊突擊炮也算是被Buff 所以Meta中 也稍微比較常見一點 只是稍微 並沒有到兔兔兔這麼離譜 兔兔兔這個真的是比起以前來講太誇張了 好這個會掉哦 他沒有馬上停下來打 但是還是有機會 因為有輕機槍 這些這些步槍彈都是多餘的 重點是這一輪機槍有沒有中 只要那輪機槍中了就是 這應該不管怎樣都會搶 一直推他才可以 不要讓他拿 他想要把機槍炸掉 失敗了 滿血是炸不掉的 趕快搶回來 哇這第一發就死兩個 我有看錯嗎 還是他運氣好吧 靠腰 我覺得灰熊突擊炮的爆炸 跟以前長的不太一樣 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波兜者的感覺 這準度跟以前差太多啦 你三發都正中中心點耶 我現在還不能夠直接斷眼 但是這看起來太扯了 我前面幾場 我這個不知道是我第幾場看的轉播 因為等一下找一場 不錯的比賽給大家看 前面看了幾場都是不適合的 就是還蠻一面倒結束的 那即使有的有看到灰熊出場 但是 還沒有看過這麼離譜的狀況 三發都正中中心點 那個反坦炮直接 沒血 然後剩三個人 這個站在紅帝有點危險 他有兔兔兔的支援 他有兔兔的支援 但紅帝蠻危險的 因為被集火一下就被射死 你可能來不及壓制敵 因為最大的賭注 是在操作機槍的那個人 一旦被射死 你接下來每一個去補位的人 都會站在紅帝上 然後 就是排隊送頭而已 那個已經沒救了 你想要打包機槍撤退都沒辦法 因為那個人得要走到紅帝上去打包機槍 這又是非常大的人力損失 你看蘇聯其實真的很慘 他的人力損失一直高居不下 很大的來源是這兩台突突突 現在剩一台 這台是本來沒有新的那台 現在打到11殺 剩兩個人 但是輕機槍在小隊的戰力就還在 這是德軍小隊的好處 這是為什麼德國後來練星那麼快 然後 復蘇能力基本上也比盟軍強 因為你造一對沒新的子彈兵出來 你有彈藥養他給他輕機槍的話 他就還是有戰力 然後他就還是有辦法變精銳 因為他打沒幾下就會升級 沒意外應該是針對對方的反彈牌 我基本上也都是這樣用 這是一個還算可靠的戰法 但是 有的時候你被這個火箭彈賣掉的時候會很不爽 就是你炸完發現他難道六個人都還在 想當初我爆屍就這樣子死掉過 哇靠一炮15個人 這個三星死掉真的會很幹 讓他剛才被那輪輕機槍打死真的會很幹 因為那個一炮15個人實在太曬了 這個東西現在的威脅度看起來不下 不下那個KV2 射程沒有KV2那麼長但是 這個準度跟傷害噁心啊 WAT 但左點在這裡這裡死一個人這裡死一個人 你知道嗎 也是說暴風範圍有這麼大 暴風範圍那麼大就算了他還很準 子彈兵滅對 但是就像我講的德國現在 死得起這種損失 蘇聯死不起 蘇聯三星的人死掉很難再 跟到處都是輕機槍的子彈兵去打到三星 你只會被打成三星 這個最近才nerf過但是其實還是蠻痛的 我覺得nerf完之後 你不會滅對但是180彈藥來講這個投資真的不是很好 我覺得你可以降低殺傷力 可是你要給他一點其他方向的buff 像是可靠性上的提升 就是壓制力或是他的目標鎖定時間 加快這一類的 你不能只是去想說他因為這個能力 然後敵人看到菸之後死在戰鬥範圍內不撤退 然後被飛機掃射就直接全滅 覺得很不公平 是這樣沒錯 有時候直接全面確實對遊戲來講不精彩 然後承受方也沒有機會 做什麼找掩體之類的這種選項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只能撤退的話那真的不公平 但是 你現在把nerf之後180彈藥我覺得很難替他證明 就是你說180彈藥要划算這很難 除非敵人就是一大坨人在裡面擠在一起 而且他還會不想撤退的情況 這個囂張有點久了 等一下蘇聯應該會想辦法累積人力出IS-2 但是 人力就是蘇聯現在沒有的東西 他這個機槍再繼續這樣子被炸 每一次都不知道要賠多少的是人力 我沒記錯的話一個大概是二級 五個人就一百多了 沒有那麼多一百多可以給他回 這也是啊 實在是太悲慘了 一堆身上背著馬克星彈藥的動員兵 被炸成渣渣了 很不幸的最後一發還是讓他滅掉 這會讓他補充需要的人力變得更高 直到目前為止 前面叫的那兩隊炮灰還是一直在發揮他們的價值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幫他們上 MG42 因為 反正彈藥這麼多 對不對 我知道你優先會上給子彈兵啊 但是 現在已經不是優不休閒的問題了 就有勝 哇靠 直接 為了阻止對方 拿機槍直接往臉上發清彈藥 那清 清型 泡兵彈幕 這個東西降價了 以前60彈藥 操真的是垃圾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擺持一開始把他定60彈藥 真的是垃圾 然後那個年代的數76彈幕是免費的 現在改35彈藥合理多了 35彈藥只比槍榴彈多5喔 你們要了解這個價值 這個價值在多人的時候是很可怕的 就是2打2或是 2打2以上 基本上這個價值是無法忽略的 10彈兵被打的挖挖叫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打他打的挖挖叫 因為 很明顯是GV手在射他 可是他剛才的語音通報像是被機槍打 我知道為什麼 那個是他的撤退的影響 那個不是他被打的影響 愛斯杜終於來了 3-3來遲 這個時候 你就一定要HOLD FIRE 你沒有HOLD FIRE 對方IS2會持續知道你的位置 然後你就糾了 好吧真的糾了 IS2長驅直入 德國甚至沒有買好雷 所以 完蛋啦 還是這個就是雷 應該不是吧 這應該是IS2的蛋坑 噴煙 沒噴又吃了一炮 好 IS2想要用GD版的方式殺他 失敗 沒有彈藥嗎 有彈藥啊 為什麼不發鐵拳呢 這個剛才發的鐵拳會斷腿的 對方 我覺得東德剛才肯定在這裡大戰了一場 因為蘇聯領地完全沒戰 結果他的兵集中在這裡 我應該漏掉了什麼 然後那些戰鬥導致他剛才子彈兵的操作失誤 跟那個滾把沒有空空 這個繼續交換的話很危險 該退 還好有提早退 不然就是從 多打一下 你多爽那一下 然後被滅對 這兩隻桶子就都沒 有時候戰況沒有這麼直接的讓你了解到沒救 你就會堅持下去 然後最後就損失了一堆桶子 這種事情很常發生 那久違的爆勢終於要登場了 至於能不能看到他跟4號指揮坦克合作就不知道了 照這個油料你甚至可以看到雙爆 因為等他人力夠的時候應該也要雙爆了 就是可以照兩隻爆士 兩隻爆士對付一台IS-2基本上很輕鬆 那 蘇聯沒有上科技沒有辦法出 T-34-85 所以IS-2現在是完全只能靠兩隻反彈炮掩護的 那兩隻反彈炮如果有放一個假角的話就不怕火箭彈幕 但是你要是集中在一個位置的話 就會被火箭彈幕給嚴重打擊 甚至直接被清除 爆士出來了 震撼價值完全被米平了 因為他看到工兵跟機槍組 IS-2已經提前做好準備了 這個有可能直接被飛機鎖定然後被打爆 有時候你衰小 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鎖定步兵 然後這個東西皮太軟了 就會直接被打爆 所以他不要待在範圍裡會比較 突突突突突我們打機 突突突突擔機把飛機打下來 三小 突突現在可以當防空車用了就對了 他的防空效率有這麼高嗎 這應該是運氣好 好啊 有一半的彈幕打在這個木頭上 那隻子彈兵運氣也是不錯 雖然說我覺得全部打在他身上他應該也是 殘血而已應該不會死 因為那個彈幕一直都是一個小型的 區域殺害 那區域傷害對單體的傷害其實都不太夠 就是他已經不是一隻小隊只有一個人的話 那個傷害量都很不高 在那波空襲大概根本 打四分之一而已吧 對這個那個裝甲子彈兵 180彈藥現在真的要很謹慎使用這個技能 他已經不能夠當作殺傷技能用了我覺得 有點回到第一版的感覺 我當初最早只有蘇聯跟東德的年代玩 這個技能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歡 他就是那個鳥 他很不可靠 然後殺傷力又不夠 對這個人力損失 不管是雙爆還是那個指揮四號應該都 有得等 有的時候你會貪心叫撲馬 因為撲馬能夠協助你用爆石擊殺 IS-2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但是PUNA很難對IS-2做輸出 因為他連側面都常常彈彈 這機槍夠分散不用擔心一發死光 他差一點打機槍打外炸到炸死後面的 出雞蛋 這斷腿修不好 AD槓緊急推出來 爆石也知道不要追 這已經離敵人家算非常近的位置了 然後半血在IS-2沒有理由追他 就是你追了也打不死 機槍吃了滿滿的火箭彈幕 這個是七層的射程 火箭彈幕你兩支部隊可以在同一個畫面裡被看到的話 就已經很近了 那個拳拳是很小的 非常集中 那你要有效對付AD槓真的最 最可靠你得要把火箭車移到這麼近 我忘記他的星數有沒有提高射程 沒有加速射速 就是他會在更短的間隔內把所有的飛彈打完 然後增加精準度 也就是稍微算是增加射程 因為你可以容許他在更遠的地方發射 得到一樣的精度的效果 火箭車真的不能夠你直接選一個在範圍外的東西 然後叫他去炸 他會走到最遠射程 然後就發射 那這種通常打出來的 成效不是很好 你可以用這樣子打陣地 可以用這樣子打 那個 大量的步兵blob 就是一大堆的美軍這樣子衝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樣炸 反正隨便炸都會中 但是如果你得要打 你要拿去打武器組 而且這個是會阻礙你部隊前進的重要目標的話 你要拉到精度夠的位置在罰 德軍拿蘇聯的馬克星 德軍拿蘇聯的馬克星 以前你給突擊工兵拿 給Benzel Grenadier拿 我以前還蠻喜歡的 因為以前的馬克星架射快可以平A社交仔 然後敵人會常常喜歡繞你的射角 用動員兵跟你的馬克星打 就是去繞你的馬克星 然後他就會被STG44射爆 另外那三把STG44就夠射爆他的動員兵 現在已經不能這樣用了 現在馬克星架射速度跟大家差不多 然後他的射角變得也是夠廣 就是我講的均質化改版 你現在所有東西的特性都慢慢在消失 大家都要越來越像 這一波出來馬上吃成半血 這太嚴重了 叫了飛機 一估計又是會鎖在 中心點的那個 第二輪空襲還會隔很久 這一定來得及跑掉 兩隻爆士夾攻 鎖錯目標沒有指定 他只有叫他翻面 現在才改目標來不及了 歪炮差點就收掉 你在看哪裡 什麼 他可能以為爆士會直接倒回去 可是我覺得他剛才直接面向爆士的話 這個術從不足以保護那個爆士 他不管 他不管怎麼退都得死 他從這裡退也得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智障機槍手會防空 就是 他即使退出你的反反克炮的視野 會因為那個智障攻擊之後 讓爆士陷行 然後他就會被力槓打死 這種事情 我以前玩蘇聯的時候 就已經很常遇到 就敵人的虎視一直倒車出了 我們的視野 結果他的機槍手 一直在射我們天上標定他的飛機 然後他就被力槓打死 這幫兜內的應該可以丟 因為他不能撤退 你就丟在後面的主人身上的話 通常他不管怎麼推炮都得死 但要用的非常節約 這傑斯林基本上根本是 已經有一點半隻手在玩 就是綁著一隻手讓對方 事實上看分數對比來講 這也不為過 就是高手對高手中的高手 還是很吃力 這個不幫他買NG師 我真的得依所思 人家都打到三星 證明自己的忠誠度了 他並沒有像羅馬尼亞的部隊 在記載中那麼的不可靠 他盡忠職守 你還不賞他一把NG 撐了也沒有意義 那看到第二台IS2 一般德軍是會蠻受挫的 因為表示蘇聯的資源其實夠 但是你有時候不要這樣想 因為對方的科技落後到只能出IS2 不然你早就該看到T34 或是T3485在協助他 甚至是蘇85 其實IS2剛才只需要有 那個防空車協助就夠了 我覺得他只需要一台升級過的M5 協助壓制Benzel Grenadier 那AT槓分散的幅度沒有那麼遠 他剛才兩台分散的太遠 其實第一台IS2夠應付場上的狀況 只是他的步兵打不贏 所以才會說要需要防空車 因為防空車在閒暇的時候可以支援步兵 讓步兵把本來打不贏的戰鬥變成打得贏 德軍現在有一個特別的組成狀況是沒有 人力反坦炮 所以其實防空車是很好用的 這看起來又兇多吉少了 這爆是沒有理由不追 這爆是沒有理由不追 然後 各..各吃了一炮 直接用煙幕切斷後面的 如果對方反彈炮轉過來的話 你直接用煙幕切斷後面的視野 引擎爆炸 他在家門口埋地雷耶 他知道爆是要進來耶 這真的是高手跟 一般人之間的差別 他連這邊都埋地雷 只是失算最後差這一點點傷害沒有打死他 雖然說就算打死也是換掉啦 爆是換IS2一定划算 這真的是在傷害的RNG範圍內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稍微傷害骰高一點爆是就爆炸了 那這場我覺得沒有意外 MVP一定是這台 首率先登場的爆是 如果 如果對方在IS2進場之前就被灰熊打垮的話 那台灰熊絕對是MVP 但是 因為 那個IS2進場之後灰熊的表現實在太不計耶 所以 所以 最有價值單位就是你 爆是真的就是在這個塗裝跟這個模型的時候最帥 我覺得他炮塔換成緊湊式炮塔的時候真的是醜爆 這次是我最喜歡的版本的爆是 那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這個月一樣有三個鐵十字贊助者 數量沒有改變 所以一樣會有三次的鐵十字戰鬥轉播 希望大家還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這次是 1.1 2 3 1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